大家好 欢迎来玩摩托世界环球服 今天呢 就是说现在的时间是 28号晚上的11点半 也就是说 今天是P5开的第一天 那P5开的第一天 我白天没玩 然后晚上回来 达老板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P5开放之后的一些相关的东西 那这些都是 都是交物资的 这个熟悉的画面 现在已经看不到人了 以前 这个交绷在这里全是人 那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联盟这边的物资 因为我们哈佛兰这个服务器 是联盟大服 就联盟人特别多 然后部落几乎没什么人 所以 联盟这边的这个 摄影帝已经齐了 然后铜钉还差很多 铁钉也还差很多 总之就是高级物资 高级的摄影帝已经交满了 草药 这个阿尔萨斯之类已经交满了 然后 紫莲花和金桔枣 还差很多 就这也是一样的 那基本上下面的这些东西 应该都是 皮还到处还差一点点 但也接近满了 就满 就是说高级的 绷带不用说 这个符文布绷带已经满了 然后四肢绷带和亚麻绷带 还差的比较多 然后鱼 斑点环尾鱼 已经掉 已经交满了 为什么斑点环尾鱼 交满了 我相信大家都懂了 好吧 然后低级的这个 这个肉 还有这个低级的鱼 也少了蛮多的 一句话 联盟的高级物资 就一天不到的时间 就已经满了 然后部落这边的话 总之差的蛮多的 部落这边 差的都还非常非常多 因为阿尔兰这边 几乎没有部落 所以开门的这个情况 不怎么理想 你看 这个封布绷带需求40万 然后 目前他交了7万 第一天还算是那个的 估计要半个月吧 理想的话要半个月 否则可能需要时间更长 就月一样 就是部落的那个物资 还差的蛮多的 这种情况 就是说 难得一见好吧 就哈河兰这个服务器 是这个情况 就是说是一个单边的 单边鬼服 我们称为 某些平衡服务大服 就两边人口差不多的 我估计物资会更快 也就是说 第一批开门的服务器 应该是这种 就联盟部落比较平衡的 然后单边鬼服 国服应该比较多 可能都是哈河兰这种情况 好吧 然后这个任务是 就是指引让你去交 交物资的 交物资的都在 铁乐宝的军事区 我们来拍卖行 看一下相应的物品价格 因为这一期 这一次P5 我没有做 以往的前瞻视频 也是因为之前的内容比较多 我们今天第一天 我们刚好看一下 一些相关的物资 我看第一个是 新出的材料 连接水晶 不是这个连接水晶吗 什么水晶来着 是哪个连接 这对了 连接水晶的价格现在是五斤多 五斤多的话 后面按照道理说 应该还会再涨一点 因为 现在是因为有大量的人拆了很多连接水晶出来 就囤了很多纸装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需求不大 因为现在的高级附模都还没出 一个是还没出 二一个的话你还没有装备附模 就是说 你按起来开了之后 大家才能拿到新的装备 然后才会去附模这些高级的附模 所以说连接水晶的需求量现在不高 产出量一下变得很多 所以这个五斤多 应该会有一点上涨的空间 我觉得连接水晶不应该这么便宜 按照我们当时在N服的购买力 N服那个时候的金币的购买力 连接水晶在刚开的时候 都有12斤到20斤左右 那么国服理论上来说 应该有接近20到30斤左右的 价格是比较合理的 现在这个五斤的话 我觉得有抄底的空间 但是不好说 因为国服的材料还是这句话 就是说有些能 有些就懂的人太多了 囤的人太多 所以我只能说 这个应该有上涨的空间 至于会不会涨 大家见仁见智好吧 反正我不说建议你囤的这些话 我们看一下其他的东西 人数之土这个东西还是很贵的 我今天看来也还是五斤多 这个原始之土还是五斤 价格一直在涨 已经涨了六斤了 因为马上开安琪拉 大家都要自然看药水 所以说原始之土的价格一直就高不下 我觉得可能要在安琪拉开放一段时间之后 才会稍稍往下降一点 因为到时候根据副本难度 或者各种东西都能够决定 这个原始之土是否需要更大的量 你看这个还有人蛮多的 这有人378组 这个有点太牛逼了 好吧 反正我现在是买不起 让我们看一下其他的东西 二十水晶的价格已经接近100斤了 说明这个从二十水晶的价格来看 就是说购买力方面 基本上没什么没受 就不是特别需求的东西的话 不是说价格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 比如像原始之土 特别需求的就例外 好吧 然后剩下的下一个东西 我们要值得注意的就是说 元素火焰和元素出心 本来是可以关注的 因为元素之心可以拆元素火焰了 现在配方已经出了 但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已经度过MC阶段 就火焰要大家已经需求量不大了 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价格不用看 没什么价值 就算它不管它多少钱 都已经没什么价值了 我们看一下关键的东西 叫做泰坦护腿 这个东西现在卖 5700斤 很显然这个东西的价值 就是现在是一个高溢价状态 因为配方现在出的少 就这个就跟四星头 刚出的时候是一样的 但这个东西大家不用着急 因为这个东西 它是世界掉落 就那种大型boss都会掉 什么黑龙 什么MC 黑翼 然后世界boss 它都掉 所以说这个东西的价钱 会迅速的下跌 好吧 迅速的下跌到原材料 差不多的价格 就跟四星头是一样的 就是初期刚刚出的时候 特别特别的贵 大家因为没有配方 这个泰坦腿这几天 因为是第一天 所以说这个价钱很高 等过一段时间之后 价钱就会迅速的降下来 不会这么贵 我觉得像四星头一样 一两千 一千多斤应该就能搞定 就是说配方多了之后 因为现在这个配方 现在这个配方都很难搞 就是说第一天能达到的也不多 但是这个暴力 我大概的了解了一下 暴力挺高的 好吧 然后剩下的就是说 是一些什么浮温布 磨温布 这些还有什么铁定铜定 这些东西的价格 可能稍有上涨 就随着物资的关系 但是不会有人在这个阶段 去买这些物资 去交物资 就买这些材料 去交物资任务的 所以都是提前囤的 所以说这个东西的影响倒不大 然后占地任务相关的 一些原材料 比如像什么铁网珠丝 巨型绿宝石 这些东西 我觉得价格应该都不会有变化 随便挑一个看一下 巨型绿宝石 因为占地任务没开 所以说这些东西 大家现在都还不需要 对吧 巨型绿宝石的价格 还是一样的低 好吧 这个占地任务开了之后 可能稍稍也上涨 因为这个东西也很多 然后占地任务 大家每一个人 有不是需求的量 又不是很大 应该会有涨一点 就大家如果觉得到时候 做占地任务 可以现在买几个囤子 就是稍微买几个 然后到时候 自己做任务的时候可以用 然后我们看一下 那个叫做虫皮 一种 就这个是这两天 应该是从今天开始最热门的东西 好吧 大佬们都在收虫皮 那个怎么收了 这一种 我可以 可以找到 就这个虫皮 现在哈赫兰这边 就是说有那种大老板 他想做开门英雄 想拿虫 想拿虫 黑虫 因为现在暴雪 说了有蓝铁10个小时之内 所以有实力相当的 这几位大老板都在竞争 因为你只要跨进 不用第一个 你只要跨进10小时的门槛 你就能拿到黑虫子 所以现在很多人在收 哈赫兰这边 我看工会里的朋友在说 就是虫皮 大概接近40斤一张 然后代理证的话 一个代理证 接近2000斤一个 非常非常变态 好吧 就是虫皮 现在整个埃赫兰拉斯 最赚钱的生意 就是在西里斯打虫皮 然后听说西里斯是人满为患 虫子洞里面全人 好吧 我还没去西里斯 待会我们换号去西里斯看一下 我们先在拍卖行 看一下虫皮的价格 是不是这样 因为现在已经是 晚上11点 接近12点了 我是一张虫皮的没打 西里斯我也没去 我看一下这个东西 如此诱人 因为我没什么时间 现在 一种歇合碎片在这里 38斤 确实是 接近40斤一张 一种歇合碎片 可能会在 今天明天 就在一周之内 我觉得价格都会保持比较高 因为如果那几位 就比如说那几位 就那位仁兄 他已经度过了 交虫皮这个阶段的话 这个东西的价格 就会迅速下跌 因为现在收虫皮的 只有两种 一种是做得起的 还有一种是做不起的 做得起的 肯定是疯狂在收 做不起的 肯定是碰都不会碰 都是打着虫皮在卖 好吧 现在就是说 只有两种人 要么是要么在打虫皮 要么是在等虫子刷 虫皮确实是很赚钱 我们今天晚上打了黑翼 打死打活 打了两个团 分了 第一个团比较红 分了600斤 第二个团就分了100多斤 可以说还不如人家 杀了几个虫子呢 真的是很憋屈 好吧 但没办法 这个虫皮就是这样 它是一个热门期货 就这一周 我估计就一周时间 可能一周都要不了 两到三天 所以说要打虫皮的这几天 各位可以请假在家里面 好好打一打 可能能赚安琪拉的好几件 鸡品装备的钱 好吧 我们现在去西里苏诗诗 看一下 换号 好了 我已经到达西里苏诗了 西里苏诗现在这么繁华 对吧 之前几次录视频在这里都空空荡荡的 沙漠城市终于繁华起来了 现在已经可以接任务了 连天的希望 流沙结账的任务流程 我也做过详细的视频解说 大家可以去放我视频空间里的视频 好吧 然后占地任务没有开放 如果占地任务开放了 这里会有多一个NPC 占地任务到时候 大家也可以去看我做的视频 我也有详细的关于占地任务的介绍 关于一些需求 哪些材料什么东西 都有好吧 然后现在这个NPC也都没有刷出来 占地任务没有开 现在这里这么多人 我们看一下虫草好吧 我开了猎人号过来 我看一下虫草里面是个什么情况 就这个压石吧 你看对 西里书斯一旦开了 一旦开了P5 塞拉里奥要塞就成为交通要道了 那么到时候打TAQ的时候 可能大家会把炉石绑在这儿 但是各种飞机也开始运作起来了 以前这里都是没有航线的 然后现在的卖传统门 什么各种飞机都已经开始畅销了 好吧 我看一下 压石虫草里面 有虫子吗 果然到处都是人 看见没 看见没 这个盛况的话 大家 我为什么录这期视频 就是记录一下 这个 哎 bug了 到时候可能就没 蟲洞里面到处都是人 都是蹲着 你看见没 一个虫子都没有 一个虫子都没有 这上面有个虫子 反正几乎看不见活的虫子 好吧 几乎看不见活的虫子 各个地方蹲的都是人 各个地方蹲的就是人 我觉得上古之城科斯文 怎么也没想到 好吧 人类的力量有如此强大 这还说什么 三国之城 这还说什么 赶紧把甲虫之墙关上吧 你说你把甲虫之墙打开干嘛 这不是种族灭绝吗 外里天哪 看到了吧 这是做任务的地方 原先这个地方有多么难进 我相信大家都做过 对不对 现在到处都是人 OK我们去那边看看 我不用去那边看 我这个阴眼说可以无限传递 这是哪 OK包括这个 原来这个地方有个虫群之柱 对吧 这个地方原来是没有怪的 现在这里已经都是站满了人 看见没 看见没 好刷了一个虫子 开心墙 完了 已经被人墙了 我们再去这边看看 雷格虫草 我的天哪 不用想 不用想 到处都是人 一个虫子都没有 曾经 对吧 熙熙攘攘的虫草 如今 一个虫子都没了 甚至连虫子的老家洞里都没了 哇 天哪 好 最后一个是佐拉虫草 佐拉虫草应该在这个方向 佐拉我来了 哇 佐拉虫草也不用想啊 还记得我当时做战地任务的时候录制的视频吗 说大家应该绕着佐拉虫草的转圈 幸亏战地任务没开 我如果战地任务开了 你们去哪找虫子 对不对 这就是金钱的力量 只要你有金币 是吧 我能把整个稀里舒适的虫子给你弄光 一个虫子都没有 一个活着的虫子都没有 牧师都在这守着 不管怎么样 只要能抢到第一下 一个虫子 一个金银虫子掉 一到四个 一到四张虫皮 那运气好 四张虫皮是什么 四十一百六 一个虫子一百六十斤 打一个黑翼 我们今天晚上打一个黑翼也才一百五十多斤 一个黑翼下来分一百五 你只要打一个金银虫子就行了 你就算你是个治疗 你慢慢用魔杖甩死他 是吧 也比打黑翼金银划算 不说了 我也没时间打虫子了 明天要上班 马上就要下线了 我把这个视频剪一下 尽量尽量尽快发上去 今天这个视频意义上 是为了 是为了给大家说一下P5第一天的情况 其实就是为了尽量虫皮这个东西 我看一下那个bug点 现在说有一个bug 看见没 看见这个地方的 我这个好像有点 看见没 这个也是可以记录的 大家看到了吗 就是这个任务物品 有一个爬到的塔上 开这个能召唤两个任务 两个虫子的任务 然后那个虫子也会掉虫皮 所以你看现在这里这么多人 这个手的 这犀利素质可是有卫面的 现在我只是第一个卫面 想起了什么 有没有想起开服的时候抢任务怪的场景 是不是很怀念 这个场景 除了开服的时候 我今天在怀旧服这么长时间开了一年多了第一时间 好吧 仅以此视频 纪念P5开放第一天的盛况 大家等以后怀旧服倒闭了 可以来怀念一下 这是值得纪念的时刻 犀利素质的虫子灭绝了 好 这个视频也就到这里了 今天就随便给大家说一点小的东西好吧 其他的东西 没什么特别多的信息 更多的东西 大家可以来看我的直播 好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 谢谢观看